王立先参加快乐男生获得全国气墙之后,被一直在娱乐圈打听,虽然不是那么红,但是不得不承认,他唱歌还挺好听的,而且给女儿王唯一创作的歌曲很温馨,生活中更是幽默,搞笑,尤其是在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。 总是处于暮黑的状态,7月31日是妻子吴雅婷的生日,王立先在8月1日凌晨0点26分那时候晒出了一家人一起庆祝的照片,并陪文成,祝我的是有生日快乐,我一直都在,看到是有两个字,原谅我情不自禁的笑了,亏你想得出来,感觉王立先很少说一些浪漫的情话,他总是以一种非常轻松,幽默的方式, 表达着对家人的爱,王立先长得越来越帅,而且夫妻俩都是白白嫩嫩的,依然像个孩子,但实际上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,幸福的简直让人妒忌,难怪苏醒总是想去关王立先呢。 虽然弟弟长得肉乎乎的,但是和爸爸确实非常像,可以说是美美加胖吧王立先,班淑弟弟在8月14日也要过生日了,和妈妈的生日只相差半个月,过了那天以后,弟弟的年龄就要按照岁来计算了,而不是月,时间过得真快,感觉弟弟才刚刚出生没多久呢。 王立先这个女儿奴经常无视弟弟的存在,回家也是先抱女儿王大姐,吴雅婷让她帮忙带一下儿子,她都是直接放在行李箱或者水槽里的,防止她乱跑。 是亲生,得没错了,女儿加入到全家福利的时候,王立先果然还是选择抱了女儿,王大姐小时候颜值并不高,和王立先长得太像。 不过现在已经越来越像妈妈,而且变漂亮了,大概是发行的原因。 吴雅婷生完孩子以后,一直都没怎么瘦下来,不少人还以为她又怀孕了,一双子女表情十分淡定,夫妻两笑得很开心,其实庆祝生日,基本上除了吃就试吃。 各种胡吃海喝,吴雅婷生日,桌子上排满了长长的一桌美食,两位室友在亲朋好友的环绕之下,亲密接吻,真是暖炸了。 此刻的王大姐和番薯弟弟估计就在旁边看着,仿佛爸爸妈妈是真爱,孩子是意外,网友们也都被王立先的室友两个字给逗乐了,还问这样的是室友是学校给分配,还是国家会分配,听起来很奇怪。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,说到还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,两人不是室友,又是什么呢? 今年的六月,王立先还称自己和室友一起约会旅行了,在此之前,王立先还称吴雅婷是自己的好兄弟,结婚三周年,这么浪漫的日子,竟然突然冒出来一句,好兄弟一辈子,两人又是室友,又是白把子,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? 感觉这小两口生活里,一定是充满了欢乐吧?希望能一直这样相爱相杀,一直幸福下去哦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那么看原因,本文来自应当选客户端自媒体的一道万人